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这是一个胜利890C万用表 我们看,这是一个网友发过来的 故障情况说明 测电容后,红表笔未插回电压档 然后测电压炸了 我还是30年前学的电工电子 但一直未从事这个行业 现在在县城一所中学做物业维修 所以电工电子水平比较差 望大师能修修看,谢谢 它的字还是写得很漂亮的 好,下面我们看一看 给它上一块电池 响了一声,证明这个封名档还是好使的 这是电容档 我们先看一看封名档是否正常 我们插上表笔 这有一个旧的板,我们测量一下 这上面有这种玻璃的二极管 我们看它的压降 3.01,反向 无穷大,正常 我们看这个二极管 7.36,反向 无穷大,正常 证明这个电阻挡基本上正常 这有一个100K的电阻,我们测量一下它的组织 99.5,正常 说明这个表 电阻挡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再用电压挡测测电压 我们先用直流200V,来测量一下这个电池,这个电池的电压大概是三点几V 啊,上二幅了 基本上正常 现在表在响 那么我们打开看一看 表已经打开了 我们看这有一个200毫安的保险炸了 这个200毫安的保险是电流挡用的 同时它这个能够测量电容和温度 好,下面我们把这个表卸开 好,波斯卸下来了,我们拆开看看 下边已经烧黑了 我们看这个扛通丝左右 烧得很黑 上面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刚才测量电阻和电压基本上正常 证明这个表没有大的问题 很可能是这个位置 炸了 有铜箔片 已经爆开了 保险烧了 二级管 看看是否击穿 我们可以用万用表测量 用二级管档测量这个二级管是否击穿 电流档如果出问题容易击穿二级管 这两个二级管是起到保护作用的 好,下面我们把量程开关卸开 看看内部的铜箔片是否炸坏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记录一下 这是VC890C万用表的量程开关 除片位置 我们看这里炸得很厉害 这个铜箔片已经炸飞了 这两个二级管击穿了 这两个电阻不知道坏没有坏 那么首先把能够感觉到坏的原件给它换掉 我们可以用两把电烙铁给它卸下来 因为热风枪催如果温度掌握不好 很容易把板催坏 所以说用烙铁来卸原件还是很方便的 记住这两个二级管的方向 下边有符号,没有什么问题 好,拆下来以后我们再量一下二级管是否击穿 击穿了 这也击穿了 我们再量二级管的位置是否有短路的现象 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把两个二级管给它换上 同时我们测一下这个黑了的电阻是否损坏 我们先用二级管档测量 因为它是小组织的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证明这两个电阻是熏黑的 这个二级管是线浮的 由于没有同样体积的 我就换了两个这样的二级管 比较耐用 下面呢 它这个铜抹片折了 但是在这边没法焊 所以呢 要给它打一个孔 下面我们就用电钻给它打一个孔 下面我们给它打一个孔 好 好 到这里就全部焊接完毕了 下面我给它上上 看看效果 好 到这里呢 这个表就完全修好了 我们看这是电容档 20纳法 这个是3300P的电容 我们量一下 3.17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有一个200V法 我们测量这个10V法的电容 9.9V法 10V法 完全正常了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